委員長 大家好不歡迎 好 我想走回今天聯合醫院公布的 領衆的醫療事件作出初步報警 我相信全香港的市民 都會很關心鄧桂思女士的現在的情況 特別是她在經過兩次五肝手術之後 仍然在心慈喘一步搏鬥著 我在這裏我亦都是借這個機會 再一次向阿貴司和她家人作出問候 和希望繼續鼓勵家人支持她 無論這個事件是怎樣都好 我相信全香港的市民都是低一個心 希望鄧貴司盡早空 盡早離開心慈喘一步 甚至可以有機會出現 但是最遺憾的 今次聯合醫院公佈這個醫療失誤的事件 令我們相當之關注 在幾點上 其實無論是醫管局或者是聯合醫院 都有一些是相當令我們覺得不安 或者覺得是不能夠解釋的情況 鄧女士在去年七月開始 因為一個是相當嚴重的高血壓去求診 直至是今年的一月 由專科醫生處方高劑量的類估症 其後另外有一次 另一位專科醫生是繼續高劑量的類估症 其實在醫學上我們都普遍知道 就是月盈肝炎的病患者或者大緊者 是在接受高噴量的類估症有相當大的風險 在過去的文獻也都不止一次提過 這一類的病人是有機會是嚴重的肝衰疊 甚至有死亡的肝 所以一般在醫療界裏面 對於有月盈肝炎的病人 是處方一些會改變了它那個免疫系統 例如是瑞布醇或者一些壓抑免疫系統的 它的藥外都很小心 香港有超過十分一的市民 是月盈肝炎的病人者或者大緊者 所以絕對在任何的醫院或者醫療工作者 都不會想起這個情況 這是第一 第二其實醫管局在它自己的公佈 向外公佈的兩種的醫療事故 一個就是嚴重醫療事故 以及在2010年1月公佈的重大風險事件 其實已經講了所有的醫院和聯網 必須要在這些重大的風險事件 或者是嚴重醫療事件之後 24小時內是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 是情報的 根據紀錄 鄧女士的處方是在4月 處方的失誤是4月1號 就在他們的福檢的陽脈是黃色 也都在4月6號確定了這件事 但是去到今天5月10號之前 如果不是 由於什麼的原因我答應不到 醫管局的聯合醫院是主動提出來 其實它是完全沒有根據醫管局自己 定得很清楚它是嚴重醫療事件 我引述嚴重醫療事件裏面有9項 而鄧桂絲女士是很可能是第4項 即是錯誤處方人物引致病人永久喪失 主要功能或死亡 或者重大風險事故的第一項 可導致死亡或永久受損的錯誤處方人物 第一 鄧女士那個肝的功能 是去到不能有逆轉的情況 即是說她的肝的功能已經去到是完全失效 在醫學上或者在任何的證據上 都已經跌入了去嚴重醫療事故 和重大風險事件那一步 所以為什麼這件事 由4月6號去到5月9號都沒有通報 而是沒有主動通報呢 醫管局責務方法 第二方面我想說 就是在整件事裏面 醫管局的高層的人 包括是她的總監王柏妍 和主席梁志仁 是完全是沒有一句回應 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任何的醫療事故裏面 無論她是聯合醫院 馬麗醫院或者其他醫院 我們希望的就是 醫管局本身是作出一個 發揮她的領導的角色和監察的角色 是要敦促屬下的醫院作出回應 在這件事裏面如果有聯合醫院 是違反了她們的醫管局自己的通報機制 為什麼醫管局總部可以 可以扮不知道 不清楚和不會應 最後一件事就是 我留意到今天的報道 聯合醫院是會成立自己的調查小組 去應對這次的事件 我已經不止一次是批評醫管局 這一個方法 即是說 當有任何事故的情況下 就自己查自己 都不是去到醫管局自己 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要是涉事的醫院 自己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這個是荒謬的 也是不能接受的 既然聯合醫院 無論她自己的部門 或者她的行政總監 已經是犯了嚴重的過失 怎麼可以再縱容她自己去查自己呢 為什麼醫管局 是沒有履行公眾對她的期望呢 我是表示很重心的 因為我過去這麼多年 我都是一直要求 政府正視醫管局 人手資源 士氣不足的情況 是要求增加部門 但是我猜不到 我亦都完全接受不到 一個是佩服這麼多市民和議員 期望的醫管局 在一些這麼重大的事件裏面 是逃避她的責任 這個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會在盡早的時間 是要求衛生事務委員會 討論醫管局總部和醫院 去應對一些嚴重事故 是怎樣去做 但是我不希望這些所有的一些跟進 會影響鄧桂斯女士的康復 所以我都會希望這些所有的跟進 都是在鄧桂斯女士康復之後 才要求醫管局去做 特別是馬來醫院 我覺得他們是要最大的專注 是去為鄧桂斯做最好的治療 令到她是早日為空 但是這件事 我們覺得公眾是很難接受這個做法 特別是鄧女士她的家人 在這麼多次要求全社會都是為她而作出 包括考慮聯邦的時候 聯合醫院和醫管局 在她自己的應該要對外公佈的一個責任那裏 是沒有做到這一點 我們不能接受 我相信沒有人是會怪任何犯錯 醫生都是其實有機會是僅錯 但是當有事件發生而故意不報 這個是違反機制 違反紀律 違反一個最起碼 就是作為一個醫生 一個醫院的行政單位的 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承擔 這個是我從來沒有見過 一個這麼差的一件事發生 於是有 noted 是仍然說不臨 對於是強反感地死感 以 jeden的 say 在病院り持絆 和病毒栽 individuals 他或是她的主因高级性的状态 需要很高的保镖 此外就用来提取可抵抗 coronavirus病毒 这些次会 covers了 other疗医病毒病毒 on one hand to treat the underlying kidney disea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safeguard the liver from further damage as a result of the thyroid so it is not that we could not prescribe thyroid this is a fact that we should monitor proselyt by checking the liver function frequently and also adding drugs Contact has been policy needs to protect and have a number of calls circulated with the notification mechanism Is that a problem with the hospital or hospital? It is obviously either the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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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